每个人都向往居者有其屋 不过民众在购买房产时 可能会面对一些风险 比如发展商倒闭 雪兰儿五级伯伦东的一个电屋发展项目 就因为发展商经营不善 导致整个工程被迫搁置 二十几年来部分购物者已经还清贷款 却还是等不到拿钥匙的日子 1997年一家私人发展商 在五级伯伦东新建市二栋四层楼的 电屋办公楼 原定在2000年就会移交锁食给购物者 不过直到2003年 工程迟迟没有竣工 之后发展商甚至倒闭 项目也一直搁置到今天 在12栋电屋当中只有六栋建好 另外四栋的工程只完成了70% 其余的两栋则完全没有动工 尽管如此部分购物者还在偿还银行贷款 一些则已经缴清房贷 但是电屋依旧无法到手 陆陆续续我们有跟银行借钱 所有的方法都走通轻轻轻轻 然后发展商也跟我的银行 换认识到这100% 甚至我的这个银行已经拿到 维抗贷款 我拿到维抗贷款的时候 我们去看水电什么都没有 这个叫做维抗贷款吗 然后我只是我借不多 我供个10年供到来加买 我整件土地给的钱不算其他的 这些年来尽管购物委员会曾多次接洽 以及提交备忘录到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首相署和雪州政府等相关单位 但事情最终都不了了之 二十几年来 雪州房地产价格已经翻倍 业主不希望他们的产业继续搁置 因此制定了一套自酒方案 但需要州政府介入 行情也知道有起了价钱 那个产业起了价钱 可以多一些 像我们好像马尔甲这样 马尔甲州政府插手 这个海边建造那个海岛 推移建那个电路 部分购物者今天在国民团结党 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王松富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希望雪州政府及相关单位 能够正视他们的问题 给予协助激活这个被搁置的工程 干净 更青 更青 干 fact上 更青